歡迎回到新聞大堆集的節目現場 這一次看到建宗北英女的學生 串聯出來抗議12年國教 很多其他的學生都說 哎呀 你們真的是高處不深寒 你們都不了解我們這種 可能只是一般學生 我們考不上建宗 考不上北英女 每一次那個公式看不懂 或者是考試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怎麼下比的時候 哇 內心那種煎熬 那種痛苦 反而是免是入學 對這一般的學生可能是比較好的 像這樣的一個疑問 洪敬你怎麼來回應 大家會覺得說你們就名校學生 你們就是有名校迷思啊 對不對 其實我們覺得這像是一個誤會 因為其實就學弟而言或是我 我們從來都不主張說 應該要恢復聯考 我們應該是說考試作為評量的方式 它不應該拿來評價所有的學生 也不能代表說學生的價值 那事實上我想 學弟他們充情他只是認為說 應該要有一個公平的選材方式 然後讓學校得以針對學生的性向 做出一個比較合宜 他們需求的選材方式 那事實上我認為要減輕壓力 尊重多元的唯一的方式 還是一樣就是要讓所有的學校 變得又多又好 那為什麼我剛剛有說 其實有管到私校 其實我覺得 我對私校其實沒有什麼信心 因為第一 大部分國家的12年國教 事實上都是以極為堅實的 以公立高中或是高職 作為主幹作為基礎的設置方式 台灣以私立學校或公立學校 1比1的這樣子的 12年國教可以說是世界唯一 所以我在經驗法則上面 其實我其實非常不看好這樣子的制度 那在這種狀況下是說 我們其實應該要追求的是 讓所有的學生都有可以有好的學校念 而不是用抽籤的方式來讓學生說 誰可以到比較好的地方 誰會運氣比較差就到比較差的地方 對 其實像剛剛宏敬講 很多人覺得說如果我可能到特色招生這個階段 我還是沒有學校念的話 其實不用擔心 執行長是不是簡單說一下 其實在特色招生之後 其實你還有一個最後階段的篩選 不應該講說最後一個階段的篩選 它整個流程是這樣 就是說先進行免試5月的時候 那免試就是你要去登記 那是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對 那你登記 但是假設你要參加後面的這個 叫做考試的部分 就是特色招生 你要先放棄掉那個免試 假如你在免試上 對 如果你免試上了 要放棄那個是 必須要放棄 你不能佔兩個缺 你不能佔兩個缺 所以你來做這個考試 可是考試 可能它現在是叫做25%以內 可是考試的結果搞不好 有30% 30個人去考試 30的名額去考試 他只錄取25% 所以還有5%的人可能就考不上 還沒有學校 那前面的免試一定會有餘額 所以這個時候沒有考上的人 就要去回頭去再選 原來免試沒有足額的那些學校 對 聽到這裡有可能加成 盲業額就很茫然 才剛剛公布北極的免試入學 六成 連教育部都說太少 就是六成 就教育部覺得太低了 六成如果你已經免試入學 有學校了 那你又想要有才藝部分的話 你這部分還要先放掉 才可以去選擇 才藝部分不是 才藝部分在免試的時候 他就已經同時去考了 剛剛講的美術 音樂 因為那些人家有特殊專長 幹嘛讓他拖到後面 他就先就考完了 就先考完 第一階段就先 他是跟著免試一起考 因為他跟別人都不相干 他是自己特殊才藝 他是考數科的 那個OK 但是如果你是要考的像 好比說建宗 印尼宗 宗一宗 雄宗 這種明星的學校 那這種所謂隨術專 隨術特色的這種學校 你就真的要到考試 特色招的那個階段 就是六月 六月那個時候去考 那剛剛自己說考完以後 如果沒有考上 萬一有人落榜 落榜他就會到 感覺上就覺得是 好像是第一輪 人家不要的學校 我去選那個學校 但是不是 理由很簡單 因為有一些學校 他是很有趣的 有一些學校在這邊 他就剛好有一個 重新翻身的機會了 舉例來講 有一群 假如有一群很 還不錯的孩子 他程度還不錯的孩子 最起碼是治癒不錯的孩子 他到了某一所 你就說像前面 有缺的學校 我再問 今天這個學校 他有了新的機會 他不會好好經營這些孩子嗎 理由很簡單 是 學校的好壞 其實不是看學校 是看學生 是學校榮耀學校 所以他這個做法 可以讓那些學校 有新的機會 而且讓這個學生 有更好的機會 因為在那樣的學校裡面 你去了 你當機頭 基本上你是當機頭的 那麼在將來的 勝率通常占優勢的 所以慢慢慢慢 會讓家長發現 他在那邊 去那邊緩得搶到機會 因為你勉強 勉士 靠勉士 一直比序 比進去的 我想可能是扭後 我想可能是扭後 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觀念 所以千萬不要認為 到最後那個是人經存 反而人經存 這樣有可能經就算少 對 剛剛說到比序 其實比序這一次這個政策 不知道到底怎麼比 搞不清楚 比序我解釋一下 比序大概分了三種 一種叫基本的東西 你基本條件要有 好比說你有沒有畢業 好比說你有沒有被擊過 操心有沒有過關 這是最基本的 還有你藝術 健體 藝文 這些過去被當成不重視的 三個領域的成績 有沒有及格 我想這都是很基本 當一個學生應該 可是有一些是加分 我還沒講完 就及格就好 及格就好 就是基本條件 基本條件 基本條件 你就第一個 第一關過了 第二關是什麼東西 第二關就是 你在參加剛好兩種測驗 一種叫做會考 一種叫會考 就五月的這個 就是一顆三分 一顆分成三分 那五顆就總共15分 你拿了幾分 第二個是體適能 體適能是包括四項 你要會跑800公尺 你要會做 體適能也要考 這個不是考 這是他會全國 他會全國有很多的檢測站 那麼你平常就去測 那這個要過關 就是你要 最起碼你要能跑800公尺 我覺得台灣 台灣去要求孩子 身體健康 沒什麼不對吧 所以五欲要均衡 而且他的標準很低 他的標準很低 就是800公尺要跑得過 那麼你要能做 要能做仰臥起坐 然後你要能夠 把身體彎下來 能夠手能夠到一個長度 就是能夠柔軟骨骨 就基本的體適能 對 基本的體適能 那三個 那三四個你要過 那麼那個過 那個有一個分數 那第三個就是 你的志願 很多縣市都要讓你勝選 所以你在選第一志願的時候 可能他就給你 好比說加五分 或者加十分 以別別加講 第一志願就加三十分 第二志願就加二十七分 第三志願就加二十四分 他就往下掉 他要讓你慎重考慮 你要第一志願選在哪裡 你要全部都去擠 那個最明星的高中 你當然浪費他三十分 所以你要選擇 假如我可以 我就選擇 他比如說某一個我喜歡的學校 但是不要去跟他擠這二門 你就獨佔了三十分了 OK 好 這是這種比序 基本上是應該是還好的 他沒有那麼競爭 你也無從補起 你也沒有地方補起 但最後有一項 沒辦法補起 也沒有地方補起 那有一項是 假如有的縣市有採用 大部分是沒有採用 你參加全國的比賽 或者縣級的比賽 好比說 好比說全國什麼特別的比賽 這個比賽有得分的 你這個得成績的 剛好跟你所要去的那個科 是吻合的 當然你是那一方面極優的 你必須要有給他加入 可是這個到底是應該誰懂 我覺得學生真的搞不懂 我家常也是搞不懂 這個將來在整個 我對比序條件 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意見 就是在原本的制度裡面 如果今天我想要什麼樣的學校 其實我是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這樣子排序排下來 到最後我所落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能力最大所及 所能夠在的地方 可是在這樣子的制度裡面 有一個很弔詭的點是說 假設今天我第一志願選了A學校 那這樣子的話 我第二志願選B學校 第三志願選C學校好了 假設我原本 如果我把第一志願選在B學校 那其實我一定上得了B學校 可是可能因為今天 我這樣子一選下來 就是我第一志願選A 第二志願選B 第三志願選C 我可能ABC都沒有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理論上不是應該要 一個體制的設計 就是要讓我們方便 然後讓我們可以很適宜的 就是說看我們最努力 能夠到哪裡就哪裡 為什麼要到現在 要我們去算這些東西 然後還要我們去評估說 我們最好最好可以到哪裡 你的點在哪裡 其實我們自己很多 都不知道狀況發生 不會有錢應該知道 人生總要有選擇 我們以前是爸爸媽媽 在地兒孩子做選擇 所以我女兒覺得說 選錯了生到你這裡 對 我們選擇 也應該是有錢人家 以前的孩子 到了30歲來學會做選擇 可是我們現在的孩子 我們沒有辦法等 也沒有孩子可以揮霍 台灣沒有孩子可以揮霍 我們過去 因為我們都幫孩子 做好的選擇 所以有八成的孩子 浑浑噩噩噩的過一輩子 過到長大 其實這是不對的 讓孩子跟家長 同時去面對一個選擇 他選他最適合的選期手勢 我跟你講像我們 還有一點關心小孩的 還會跟小孩一起選擇 我跟你講多數的爸爸媽媽 對啊 爸媽都會上班 現在物價什麼都長 他還自己賺錢就賣付了 怎麼選 可是話講回來 我們在最高的時候 一年有40幾萬人 新的人口到台灣來 新生兒 可是現在只有16萬人 如果我們沒有把這16萬人 都給帶好 台灣還有未來嗎 所以如果你把眼光晃遠一點 讓台灣的社會學會選擇 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今天不做他 600年後 一點改變一定會後悔 我覺得是OK 但是國中他真的不會選 而且我也不認為 放他進來 老師要進來 我不認為這樣子的選擇 是合理的 一個體系的設計 本來就是想要讓 我最好想要到哪裡 我就 我能力到哪裡 就可以到哪裡 怎麼會變成是說 這個社會永遠沒有辦法 你想要到哪裡就要 沒有 永遠沒有辦法 你現在的狀況下 要去碰運氣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是不需要碰運氣的 現階段 現階段除了412分的以外 也在選 考360分的 你怎麼選 他就沒有機會選 沒有 他可以從 他最想要的選到最 No 全部都在看 全部都在看幾分 幾分過去 其實大家真的意見 真的都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教改改到最後 已經讓大家 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一下子免事務學 一下子同分數 你還要比序 在對政策不了解的狀況之下 就出現了很多 升學的迷思 我們休息一下